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美貿易協議在1月15日正式簽署生效 整份貿易協議的條約文本的傳聞 隨即在網上公佈 當中還包括了一份附件 詳細交代了中國如何向美國進口貨品的時間表和金額細節 這份附件本來美國財長武蔭說到 是屬於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的保密條文 不知為何後來公佈了出來 現在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這份貿易協議有什麼辣 以及要買什麼美國貨品 以及分析一下究竟這份貿易協議 會對於本地以及中國的經濟造成什麼影響 首先就看看這份貿易條約裏頭的一些條文 原來辣媽媽都不認得 我就抽一些出來和大家說一下 比如說第一章裏頭的第1.13條 他就說要打擊網路侵權 怎麼說呢 中國應該提供執法程序 使到權利人 能夠針對網絡的環境之下 侵權行為採取有效和迅速的行動 包括有效的通知和下架的制度 以應對侵權 中國應要求迅速下架 免除善意提交錯誤下架通知的責任 大家都聽得出 這份條約裏頭 其實有很多個中國鷹 美國勒令中國應該做什麼 如果有些人還認為 簽署了這份條約就是中國的一個偉大重大的勝利 那這種傳息是相當之出奇 說回這一條條文 實際打擊網絡侵權 全世界都在做 只不過對於中國的影響特別嚴重 因為大陸的網絡侵權問題 是非常窗截的 大家如果有去看大陸的網站就知道 那些破解的軟件和盜版的遊戲 基本上是隨處可見 而且任人下載 版權持有人的利益 受到嚴重損害 現在就可以預示得到 這些網站很快就會遭到雷麗風行式的掃蕩 一掃而空 因為簽署的貿易協定以後 美國就會看實到底有沒有來執行 裏頭的條文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會觸犯回彈機制 除此之外 關於第1.14條 他就講到主要電子商務平台上的侵權 這條條文就講到 雙方應該採取有效的行動 打擊平台上泛濫的假冒或盜版商品 中國應 規定屢次未能壓制 假冒或盜版商品銷售的電子商務平台 可能被吊銷網絡經營許可 所以大家就可以預見得到 網購平台 比如淘寶 或者阿里巴巴等等 很快就會 沒有了高仿 山寨 或者冒牌 或者原單貨 外貿 這些全部 什麼名稱都好 全部都沒有了 因為美國就會看實 如果再有這些東西 就可能觸犯回彈機制 所以如果想買A貨 冒牌的人 就很快就去網購平台搶購 哈哈哈哈 否則蘇州過後就沒有艇搭 因為不單是網店 而且在1.24條 都提到 在實體市場上的侵權行為 都是要執法的 而且規定 協議生效四個月之內 要顯著增加執法行動的數量 所以是避無可避 那些山寨貨一定會一掃而兇 接著講第1.23條 關於未經許可軟件 即是導版軟件 條文是這樣寫 雙方應確保所有政府機構 均安裝和只能使用 經許可軟件 中國應採取措施就包括 在本協議生效的七個月之內 在國內聘用合格的非政府 第三方進行年度審計 並且在網上 公佈審計的結果 即是不單要安裝一些 經過許可的正版軟件 而且還要聘用 第三方進行核數 進行一個審計 即是在未來七個月之內 就會大量採購 這些正版軟件 經過許可軟件 即是根本上 就是你還之前二十多年三十年以來 那些導版的債 雖然很多人都形容中美貿易協定 就是不平等條約 但是這條不平等條約的形成 其實就是基於中美之間的不公平貿易 譬如說好像只說軟件 原來你過去 大陸那麼多都是導版軟件的使用 但是你有多少電子商貿的利潤 是經過這些導版軟件而產生的 是不是 所以現在人家批准你去買這些東西 是很正常的 其實不只軟件這方面 很多方面包括在金融機構等等 很多條文現在是被迫你去開放 正正是因為中國過去產生了那麼多的利潤 其實都是基於這個不開放的市場 所以某程度上 這個不平等條約 是有一點自己拿來的成份 到底這個貿易清單上 他買了什麼 有些媒體就發現 原來中國同意買兩種稀土 但是這兩種稀土 在美國境內原來是沒有產出的 包括一種叫礦 一種叫月 這兩種稀土是用於照明和電腦 很明顯中國為了滿足 在兩年之內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和服務 於是乎就什麼都壓下去了 包括這個稀土 美國也沒有出產 他也只是買一份 沒有所謂的 美國不一定要他自己出產才可以賣給你 可能以前買下的 賣給你也行 或者在美國境內再去開採 一些新的礦源也行 反正滿足兩年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 這個目標就可以了 到底這個中美貿易協議 對於香港和中國的經濟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可能性呢 首先就是對於香港轉口貿易 從事這個行業的人的打擊最大 因為根據一些統計指出 原來經香港進入中國的美國貨品 其實那個總值大約有100億美元 可以預計的就是中國將會拿回這些貨品 直接自己進口 都不計較那些什麼關不關稅 因為他反正 都要付出2000億美元的代價 除非那些貨品不能直接出口到中國 才會經歷香港 但是那些份額就非常少了 所以對於從事轉口貿易的人 包括碼頭業 貨櫃車司機等等 他們的打擊就非常大了 第二就是美國的農產品 將會大量在中國傾銷 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首先來講 這個供應大幅增加 大家也知道美國的農產品 一定比中國的優秀 這個沒得好說 因為美國很多都是用一種企業式 以及機械式的種植 用飛機來播種 私肥噴灑農藥 用大型收割機來收割 根本沒得好比 再加上美國的檢驗檢疫的制度 又是相對良好 那些什麼農藥超標等等 一定是可以驗得出來的 故此美國的農產品 是相對優質和安全的 大家想想中國那些又怎樣 中國人自己也未必肯買回 所以一定是大規模來傾銷 況且供應量是大幅增加 價錢就會跌了下去 對於中國的農民 就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由於大陸將會大規模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那價錢一定會跌了下去 那些市民有得選擇的情況下 他寧願買一些所謂來老貨 就不買中國貨 中國的農產品將會在本地 制銷 這個很明顯是可以預見得到的問題 那就糟糕了 那些農民根本沒什麼積蓄 好了你今次制銷下次又怎樣呢 是不是 他還要買那些種子來種植 那時候很大規模的農民 可能會面對失業 甚至破產的情況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這兩年的情況 你不斷來銷售美國的農產品 你不能停 一停就觸犯了回彈機制 你不停的時候 你怎樣呢 難道你對於大陸的農民會有補貼嗎 很明顯是沒有的 如果有就早就已經給了 那不單在農業方面 而且在金融服務業方面 中國就會向美國的企業打開這個金融市場 包括銀行保險和資產管理等方面的業務 中國就同意在4月1日之前 取消外資對證券 保險期貨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持股上限 這樣就非常嚴重了 因為這個市場將會 中門大開 美資的公司就一定能夠進入中國的市場 來做生意 這樣的話 你的所謂外匯的管制就名存失望了 因為你管得到你自己中資的企業 美資的企業不會理你 那你怎麼辦呢 是不是會造成大量的外匯流失 通過這些美資的銀行 這個大家就拭目以待 到底你還會不會在美資的銀行業務 進入中國的市場的時候 進行阻撓呢 你又不行的 你最多在那裡拖 在那裡灑毛奶 但拖了多久呢 因為你拖了太久 又可能會觸犯到回彈機制 所以其實真的處處都有掣肘 到底我剛才所說的推論是否成立 其實在未來的幾個月就會知道 是登還是不是登 因為這個中美貿易協議 在今年一簽訂的時候 就馬上實施了 所以這個效果很快就會出現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